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 真的是要跟侯友宜之间要有所沟通 因为2024的选战 非但是战争与和平 抗中保台 还有美台路线 美中路线的对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 侯友宜在新北市议会 最近接受 猛烈的炮火咨询 在猛烈的过程当中 当然讲了很多的问题 都是不找边际的话题 但是唯独两个话题 他唯独两个话题 是民进党是反复循环的问他 第一个 他是把中国大陆跟台湾 列为这两个国家 你支持哪一个国家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问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 还有台独的立场 侯友宜他讲 他反对台独 他也反对一国两制 那换句话说 他的两岸政策逐渐的清晰起来 那过去侯友宜是对这些问题 是完完全全的规避 那现在侯友宜 对于这些问题 他讲的非常的大声 那大家比较不会质疑他的 他是本土派 比那些的假台派 好得多 我现在讲几个假台派的例子 这些假台派的 各位晓不晓得 那过去啊 喊台独 喊什么 都比别人要来的强烈 可是一旦他在政坛失事了以后 他开始拥抱中国大陆 这里面就其中包含了一位 屡次改选 而终于选上县长的一个人 这个人名字我就保留 他到上海的时候 他就讲很多的事情 我听了我都吓一大跳 他在台湾的言论完全不是这样子 他喊台独喊个别任何人都要发生 一天到晚扮演思想警察 思想警察的角色 去执意别人不爱台湾 可是他到中国大陆去 去弄他个人利益的时候 不但讲兄弟一家亲 我们是什么一家人 各位晓不晓 这个人他还是现在的县长 民进党籍的啊 国民党的我就不说了 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 我们都非常清楚 但是这种假台派 在民进党内冲刺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 他们只会跑到中国大陆去反对台独 可是他在台湾是支持台独 这些都是假台派 我们看了太多了 我们真的是 是看到这一些人不要脸的嘴脸啊 有的时候啊 就摇头而叹 算了 这种人老子不跟你来往 我也不跟你交往 可是他们有时候都会找我 找我我就是好避开 那现在问题来了 很多民进党的假台派去问侯友宜 但是他们抓不到侯友宜的语病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毕竟侯友宜是嘉义人 他算是本土派的一员 你用什么东西去套在他的身上 不是用 不像马英九生下来就有原罪 他在香港出生 又是中国人 所以他定了什么政策 无论是EKFA政策 无论是货帽政策 民进党反对到底 然后到了最后 享受红利的是民进党 这些都是假台派 但是他们可以套在马英九的身上 但是他套不在侯友宜的身上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毕竟马英九长期以来 他跟蔡英文一样 长期以来都是主持大陆事务 不像侯友宜 没有主持过大陆事务 所以你从背景上面 你很难去质疑他 这个是第二点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侯友宜 他本身 他绝对不是支持台独的人 那他也没有说他反对台独 他也没说他支持台独 他就是维持中立 因为他毕竟是技术官僚 行政官僚出身 这个你很少套用到他身上 然后这次新北市议员 用炮轰的态势 叫他说清楚 想明白他到新加坡 有没有见某某人 等等那些 侯友宜都轻松化解好 现在这个咨询到5月15号 还有5天就要结束 那我们看侯友宜的两岸政策 对于九二共识 他应该知道如何处理 但是他反对台独 他也反对一国两制 反对台独 中国大陆大概会接受 但是反对一国两制 那中国大陆还要继续的观察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就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就是侯友宜的两岸政策 应该会走国民党势的九二共识 那第二个 就是侯友宜本身 他是比国民党 那些非本土派的 所表达的情绪跟意愿 是非常强烈 毕竟他能讲反对台独 这个是在国民党本土派 的某些人士当中 他们虽然不会支持台独 但是也不会讲反对台独 因为毕竟他要选票 要本土派的选票 但侯友宜今天讲得出来 可以说 就是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 真的是要跟侯友宜之间 要有所沟通 因为2024的选战 非但是战争与和平 抗中保台 还有美台路线 美中路线的对决